继黄子娇被爆性骚扰之后 台湾省内的娱乐圈大地震就没有停过 受害女生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文 称遭到黄子娇的强吻和拍裸照 在她害怕流泪时 对方还说你流泪的时候也很美 眼见自己性骚扰的事实暴露 黄子娇开始了毁灭式爆料 她称大小S、范小轩等人全在吸毒 虽然大小S发声明澄清 但并没有拿出尿检和毛发检测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并未吸毒 2023年6月27日 女明星大牙也发文 爆料称已婚男明星陈建州涉嫌性骚扰 从大牙发布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 陈建州有很多露骨的行为和言论 恋队正在洗澡 全身上下只穿着浴袍的大牙 陈建州还称 没办法 你范范姐很不爱这种事 希望和大牙一起做 后来还在电话中让大牙前往自己的房间 整个描述真的是让人惊呆了 说一个冷知识 陈建州追过小S 还和大S谈过恋爱 台鱼这些瓜月痴 越觉得飞不出大小曲线的世界 怎么这段时间的塌房新闻 都和大S扯上了关系 真实人不在江湖飘 但江湖塌了的时候 解的身影到处都是 而当初离开大S的三位明星 在这场台湾省内娱乐圈的大地震中 侥幸逃脱 第一位曾宝怡 1996年黄子娇和小S同上一档综艺 青年男女很快陷入爱情 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之后黄子娇劈腿曾宝怡 和小S分手 而当时的曾宝怡和小S的关系 好的像亲姐妹一样 面对男朋友和闺蜜的双重背叛 小S在媒体面前委屈哭诉 这导致曾宝怡和黄子娇 多年来备受争议 曾宝怡因为此事 也被踢出了大小S好友圈 后来曾宝怡因为父亲 曾志伟的电影宣传 联系了小S 虽然两人表面装作劈腿事件 已经结束了 可最终曾宝怡的宣传活动 还是没有成功 事业陷入了低谷 第二位蓝正龙 在拍摄偶像剧《流星花园》时 大S遇到了颜值巅峰的蓝正龙 被对方的帅气外貌吸引 于是大S开始倒追蓝正龙 从2001年到2005年 相恋四年的两人官宣分手 有消息称分手原因是因为 大S母亲看不起蓝正龙 觉得对方家境太差 而大S也开始逼婚 要求蓝正龙入坠 两人分手后 蓝正龙发长文控诉 这段感情里 她就像是一个需要人膜拜的仙女 还有消息称 分手后大S开始封杀蓝正龙 这三个女人的导演曾想邀请蓝正龙 但女一号大S执意反对 最终蓝正龙未参演 大S在台湾省娱乐圈的热度很高 面对她的刁难 蓝正龙演绎事业自此陷入低谱 第三位周渔明 和蓝正龙一样 周渔明和大S也是因为流星花园结缘 但当时两人只是好友关系 在和蓝正龙分手后 两人才走到了一起 在恋爱后 他们并没有选择公开恋情 毕竟当时都以事业为重 如果公开恋情 一定会对今后在圈内的发展有所影响 直到当时周渔明出了车祸 大S在得知后迅速赶到医院 两人的恋情也因此曝光 既然已经瞒不住了 他们便正大光明地谈起了恋爱 大S和周渔明经常一起参加活动 在镜头面前也毫不避讳地牵手 两人的感情也非常好 当时在大家眼中也是狼才女貌的一对 两人同居了有四年之久 但因为大S要比周渔明大将近五岁 两人之间也经常有矛盾 周渔明年纪小向对来说并不成熟 而大S的性格也不会在感情中妥协 在进行了四年姐弟恋后 他们的感情也走到了尽头 分手后周渔明称 每次听到他高跟鞋上楼的声音都害怕 大S和汪小飞离婚 还有很多CP粉喊话复合 我说就别了吧 看看如今黑掉缠身的大S 还是别祸害帅哥了 当初被众多网友可惜的闺蜜情恋起 如今看来还得感谢大S 让他们远离了纷争 不然挂在热搜榜上的 可能就是这几位了